我现在是20岁 今年上大一 朋友介绍了一个爹爹 大概是60岁左右 他现在是有几百个小目标 我之前是没有发生过关系的 但是后来和他发生了第一次 第一次是给了20 后来又见了一次 不小心就中招了 我们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就是现在特别想留下这个孩子 你有毛病 谁想留 他想留 你想留 我想留 你有病 赶紧处理 留什么 他同意不同意你都不能要 你指望什么 你指望他能同意你要 能跟你给个五百一千 你做梦 你二十岁 你戴好的青春年华 你疯了 你别的嘛 在那是脑子跟有坑一样 二十岁的第二次 然后你就要带个球 那你是典型 那是把自己的生命 完全是都扔出去搞 那如果他同意的话 就每个月或是每年 要多少补偿合适呢 你没有办法 把这个东西当个摇钱术的 进了两次遍 你们什么基础都没有 你跟人拿什么谈条件呢 你没有必要跟人家 搞得好像是我要 有了这个 我就能怎么怎么着了 不可能的 人家这么大把年纪 人家在什么 什么没见过 什么没玩过 这是你自己也没有注意 该处理处理 人家愿意怎么去 人家愿意怎么去补偿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好不好 你就态度好好的 你好好说 好好处理 然后他愿意怎么补偿 你就让他怎么补偿 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建议 像这种女孩子呢 大概率啊 原生家庭的教育缺失 正常人家 二十岁的女孩 她面对这个事她只会是害怕 她只会是想快点处理 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女孩 到我这儿 你们一定要听话 因为你父母没有教给你的东西 我告诉你了 但是你一定要做 千万不要稀里糊涂 你们不听话的到最后 除了后悔 没有第二条路 你看多少女孩子在我们这儿 连了一次麦 我说完了她不听 她还是按她自己的稿 结果呢 后面就搞得稀奇葩烂 然后把自己搞得 无比被动的境地 又来找我连 你们看了多少这样的案例了 本来老天爷给你了一次发牌的机会 你懂吗 结果呢 你不听 你把老天爷给你发的这个牌 给他扔了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稀巴烂了 又来 千万不要这样 我不希望你们这样 好不好 今天咱也是花了钱 上来连这个麦的 好吧 也不是免费连的 相遇都不容易 我们今天呢 在直播间相遇这十分钟 我觉得真的是前世的缘分换来的 真的是改命 你们可别瞎搞了 真的是 喜欢我 你们就多把我的直播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多给我们点赞 多给我们留言 大家